Hello 大家好 我是Leanne 註冊物理治療師 歡迎大家回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又是姿勢美學的環節 這次就跟大家說 很多人都查詢過的 我想盆骨前傾應該是眾多姿勢之中 最多人聽過 以及最多人懷疑自己有的情況 特別是女生 但在這裡我首先想幫盆骨前傾澄清一下 其實我們正常都會有一點點的盆骨前傾 而盆骨前傾本身也不是一個問題 因為盆骨本來就應該可以前傾 甚至在結尾比賽之中 Bikini Posting更加十分強調要盆骨前傾 去展示臀部的線條 那問題到底是什麼呢? 問題就是你盆骨卡住在前傾的位置 動不了 表傷無論是走路還是做運動的時候 都是在盆骨前傾的位置發力 腰椎就會免得不穩定 容易造成腰痛甚至是受傷 所以這次也會為大家講解一下盆骨前傾 就會教大家如何自測自己到底是否真的有盆骨前傾 以及當然會為大家介紹如何可以改善盆骨前傾 剛才也說過了 盆骨前傾其實是一個正常的活動 問題就是盆骨卡住在前傾的位置 到底盆骨為什麼會卡住呢? 對於現時普遍的打工人來說 最大的原因就是 經常坐著不動 尤其是坐直直的人 沒錯!尤其是坐直直的人 為什麼呢? 現在其實很多人都很注重自己的姿勢 知道駝背不好 於是就會經常提醒自己要坐直 以為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在這個姿勢下 下背會持續發力 前方的駝腰肌就會處於一個短縮的狀態 腰椎過度伸展 而這個姿勢每天維持8小時 久而久之就坐到腰硬了 屁股又無力 盆骨也卡住在前傾的位置 動不了 那怎樣判斷自己是不是有盆骨前傾呢? 我們可以自拍一張側面的照片 分別找到盆骨前方最凸的骨位 和後方最凸的骨位 如果明顯地 後面的骨位比前面的骨位高的話 就代表著有盆骨前傾 另外也可以找一幅長站起來 那就看看腰部和場面之間可以放到多少隻手掌 如果發現腰後的空間 是可以放到超過一隻手掌的厚度的話 那就代表有盆骨前傾 針對因為經常坐著不動而形成的盆骨前傾 我們就需要做一系列的 甘肋放鬆 肌肉伸展 以恢復盆骨的活動度 然後再透過一些強化運動 去改善我們對盆骨的控制度和感知 這樣就可以由卡住的位置走出來了 首先第一個是下背筋膜放鬆 可以利用花生球或按摩球 放在腰部兩側的位置 利用自己身體的重量向下壓 或者來回滾動 每邊大概3分鐘 注意啦 蜂毛不太適合 因為可能會增加腰椎向後咬的情況 第二個是風部前側的筋膜放鬆 同樣可以利用按摩球或滾筒 放鬆蜂部前側的位置 平常常坐在這些位置最容易繃緊 同樣每邊大概按摩3分鐘 第三個是背伏肌筋膜放鬆 可以利用滾筒放在腰部位置 利用身體重量進行按壓 或者上下來回滾動 同樣每邊大概3分鐘 然後開始進行伸展 首先第一個是寬鬆肌的伸展 我們做一個低公布 後腳就是伸展的那邊 然後收一收後腳的臀部 將眉骨置向地下 保持後腳臀部肌肉收緊 嘗試沉低一點 感受寬佈前側的拉伸感 記得要保持臀部肌肉收緊 不要咬了腰 在這裡停留20-30秒 重複5次轉變 然後第二個是腹筋膜張機的伸展 同樣做一個低公布 都是後腳伸展的那邊 但這次後腳伸頭骨再稍微往內移 前後腳大約是同一個直線 同樣收一收後腳的臀部 將眉骨置向地下 然後將伸展那邊的寬佈往外側推 感受寬佈前外側的拉伸感 停留20-30秒 重複5次轉變 第四個是內收機的伸展 穩複墻挽住 打開寬佈 雙腳腳板貼住 可以試下用雙手把兩邊的膝蓋向下壓 同時膝蓋有比力互相與雙手對抗 發10秒的力之後放鬆 然後稍微將伸頭骨押落多一點的幅度 再重複伸頭骨的比力互相對抗 這樣可以重複3-5次 第五個是腰方肌的伸展 可以找腹腸打側伸棋 一隻腳踏後一步 然後舉高手進行伸展 感受腰部外側的拉扯感 停留20-30秒 重複5次轉變 之後就可以進行強化運動 但首先我們需要掌握到盆骨前後傾的控制感 可以站起來 雙手放在自己的盆骨 試一下把盆骨往前傾到最大的幅度 就好像要隔起屁屁一樣 然後反過來把盆骨向後傾 把屁屁兜起來 過程中慢慢做 保持上身和下身是直立不動的 只注重在盆骨的活動 當你掌握到盆骨前後傾的感覺之後 就可以開始進行強化了 首先第一個是屯大肌的啟動 平躺屈膝 先把盆骨放到盆骨後傾的位置 想想剛才兜屁屁的感覺 然後用腳跟向下踩 臀部收緊把屁屁折高 如果覺得大腿前側太拉斜 就可以稍微把雙腳打開擺 在最高的位置保持臀部法力 維持30秒 重複三次 第二個是腹部核心強化 平躺 亦都是把盆骨放到盆骨後傾的位置 腰部貼著地面 舉高一邊手和對邊的腳 保持腹部法力 慢慢把手腳放下 過程中記得保持呼吸 手腳落得越低越好 但如果發覺腰部咬起來 不可以維持腰部貼著地面的話 那就不要再低了 這個動作做20下 重複三次 然後再做一個生歡強化 去訓練核心穩定的同時 強化臀部肌肉的力量 手腳撐地 手臂和大腿垂直地面 配合剛才核心的法力感 把脊椎穩定在中立的位置 維持屈膝 用屁股法力將腳折高 慢慢做 集中感受臀部肌肉收縮的法力感 注意如果腰部咬了或踏了下去 即是代表核心沒有穩定好 這個動作每邊10下 重複三次 如果想加強難度 可以嘗試用膝蓋後面夾著瑜伽球來做 最後我們再做一個大腿前側離心控制訓練 雙手拿著一支棒 雙膝跪在地上 收緊屯毛肌肉和核心肌肉 身體維持一直線 整體向後落 落到覺得控制不住 或者前方大腿拉扯都落不住 就可以回去了 記得我們不是向後咬腰 這個動作做八下 重複三次 以上一連串的動作 一開始可以每天都做都沒有問題的 尤其如果是每天都坐著不動的人 就更加要勤力一些 但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平時要多點注重自己的姿勢 這不是說要保持一個很理想的姿勢 因為其實沒有一個姿勢 是完全是最好最理想的 因為我們人是會動的 我們不是只站著不動的 而是我們應該要保持動多點的習慣 盡量維持身體全腹度的活動 就不會只卡住在某一個特定的位置 形成一些不良的體態 以上的動作大家可以試一下連續做兩個星期 看看有沒有改善 但如果情況仍然沒有改善 又或者原來已經出現腰痛的話 那就可能身體有別的情況需要處理 例如可能是有扁平足 X型腳 圓肩駝背 臘骨外翻等等 因為當身體一個部份出現了問題的時候 身體其他部位都會相應地做出代償 當然時間越來 積等越來 代償就會越多 而自己呢 通常都是不知道的 所以如果你自己已經試過很多方法都搞不定的話 就最好都是請專業人士幫忙 希望今天的分享都可以幫到大家了解盤骨前傾 以及作出一定程度的改善 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 或者想了解更多有關系統性姿勢矯正計劃的話 也歡迎可以WhatsApp我們查詢 大家也記得給我一個讚好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記得追蹤我 以及Outwardy的Instagram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拜拜